常跟你说这几种话的人,实际上并非真心,可能会害了你,朋友是否足够真诚,影响的是我们对生活的整个感受,身边能有一群真诚的好友相伴,是难得的好运气,可实际上我们的圈子是很难做得到绝对干净的,圈子里会有真心的君子香蕉,也会有痴妹王良在其中作妖。 对于那些爱作妖的痴妹王良,我们要及时的分辨出来,即使没办法全部清除他们的存在,但做到心里有数,不与他们深交,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,告诉你,一个人经常说这些话。 实际上并非真心,没必要深交,每天一点新思路,每天一点新感悟,欢迎订阅诸子国学,暗示丑陋的话,屡时春秋里有这样一个故事,楚威王续心求教,向沈尹华学习文献方面的知识, 大臣招力向楚威王打小报告,外面的人都说,大王您是沈尹华的徒弟。 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君王,怎么能够接受有人比自己更加高级呢?如果这样的话,就颜面扫地了。 因此,楚威王不再学习,暗示效应告诉我们,通过一些抽象的行为、语言,可以影响一个人的心情。 发展的方向等,如果我们接受了错误的暗示,认为自己当下正在做错误的事情,就会停止,或者陷入迷茫。 对于暗示的话,我们应该冷静分析,学会反暗示效应,朝着相反的方向去思考,就能够发现端倪了。 如果楚威王懂得越谦卑越尊贵的道理,事情的结局就不一样了。 可是他并没有深层次去思考,结果被人牵着鼻子走,诱导与别人发生争执的话, 人际交往之中,许多人看起来善良,实际上心怀不轨,他们会偷偷告诉你别人对你的意见。 引导你们两人发生争执,而后坐收渔翁之力,这类人在说话之前会首先告诉你, 他只是为了你着想,才会说出这些话语,但聪明的人会懂得, 如果对方真的在乎你,就不会让你置身争斗的漩涡之中,尤其是那些可有可无的话, 你听多了,只会觉得厌烦,真心的朋友会作为一堵墙,帮助你挡住所有风雨, 做不到情绪稳定,轻而易举的被其他人煽风点火,就掉入了别人的陷阱, 无论何时都要保持冷静,别人的指责攻击,很多时候都不值一提, 你不在意,反而给了对方迎头一击。 这说明他们并不重要,千万别因一时冲动而到处树敌,否则落得人人嫌弃的结局, 对于我们百臂而无一力挑拨离间的话,总喜欢挑拨离间,那他就不是好人。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这么一批名士,称之为纵横家,所谓的纵横家就是拉一派, 而打击另一派的人,合纵连横到最后依旧是以战队为主。 在现代,有太多人都喜欢这种话术,不是今天拉拢你,就是明天拉拢他, 反正就是为了打击你,或者打击他,这一拉一打,就是挑拨离间的体现。 遇到挑拨离间的人,我们千万不能相信他们,也不要听他们说太多,而是要尽早抽身。 原因,有两点,首先,我们没必要跳到别人给我们挖好的陷阱当中, 其次,我们没必要受到别人的蛊惑,成为别人手中的傀儡, 尤其是在职场中挑拨离间的人太多了,而他们,绝大多数都是用心不良, 如此,远离就好,因为他们并不是好人,只说好话, 小时候上学时,老师常说,愿意批评你的,才是真的为你好。 很多人在交往过程中,其实都不喜欢听到别人批评自己的话, 甚至还常觉得身边一直在夸赞自己的人才是最好的朋友, 但其实,别人批评你是为了让你改正自己的错误, 反而是那些一直夸赞你的人,是不愿意看见你变得更好。 春秋战国时期,赵高接近其二世胡亥,在其身边不断吹捧对方, 说件好话,成为胡亥身边最受宠的宦官,在秦始皇去世后, 赵高甚至还怂恿胡亥,逼害大公子扶苏,从而助其当上秦国的二世皇帝, 但成为皇帝后的胡亥却没有掌控实权,反而成为赵高手下的傀儡, 在公元207年时,胡亥被赵高心腹逼迫自杀。 十年二十四岁,不断的赞赏,会让人变得盲目,误以为自己毫无缺点, 但真正值得交往的朋友,会肯定你的优点,也会指出你的不足, 句句都在贬损的话,你是我的荣耀里,有一场戏, 男主去参加同学聚会,本来他是不想去的, 但被同学各种劝说,还是去赴了约,去了之后才发现气氛不对位, 他的一位老同学看到他后,上来就说了一句, 称霸两大专业的才子来了,这句话很明显在暗示着什么, 接下来,这位同学继续酸男主,我以为你不理我们了呢。 后来更是提到工作的事,直接说男主想要跳槽, 但现在在别人手底下工作,肯定发展不好,前途差, 要和刚毕业的英介生竞争,薪水低等等,极尽贬损, 可见,这种人,你和他是很难坐一桌子吃饭的, 生活中,其实这种情况,估计也会发生, 不仅是同学之间,还有就同事,亲戚朋友等等, 总有些关系看似友好,实则在交往时, 抬高自己,贬损他人,达到他捏造事实的目的, 这种人,多半平日里做人和做事,就不懂得尊重他人, 甚至道德感丧失,只想通过一些话语的挑拨, 来得到一些发泄的快感,商及你尊严的话, 一个人,和你说话时,经常说一些商及你尊严的话, 比如你真没用,其实,从骨子里瞧不起你, 天龙八部中的犹坦之,为了搏阿子一笑, 心甘情愿为他安前马后,做个仆人都无怨无悔, 他愿意与狮子搏命,为了阿子练功, 为他是毒,还戴上铁面具,变成很丑的样子, 只为讨阿子开心,可在阿子心里, 他就是个没用的废物,连乔峰的一个头发丝都比不上, 不管他做什么,在阿子,这都得不到一丝认可, 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。 即便这样,他都没有离开的打算, 以至于最后惨死,为一个不值得的人付出了生命, 若一个人,总是说否定你的话, 很直白地用语言重伤你, 他是真的很讨厌你,他会肆无忌惮地指责你, 觉得你一无是处,不愿说你一句好话的人, 一定不想与你做朋友, 不要执着地靠近命令式的表达, 命令式的表达,就非常容易激起我们的反抗心理, 因为命令式的表达, 本质上是一种带有攻击性的表达方式, 而我们每个人对于攻击, 会有下意识的防卫, 最直接的就是有反抗的情绪心理, 当我们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, 一些人对我们有命令式的语气, 就会让我们非常不舒服, 从中也会感觉到非常的压抑, 不想与对方继续交谈, 最后会有不必要的麻烦产生, 所以要远离这种人, 他们摧毁我们, 敷衍了事的话, 现代社会, 忙碌是大部分人的主旋律,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重心, 无法兼顾所有事情, 只有对自己在乎的东西, 才会不惜付出时间和精力, 鱼羹的小说, 如果没有明天中主角于欢水的朋友吕夫蒙, 曾经从他这里借了13万, 几年后对方闲鱼翻身, 但却从未想过还钱的事情, 于欢水缺钱买车, 问对方讨要欠款, 吕夫蒙在电话里言之早早, 承诺好时间还钱, 到了日期却依旧赖着不还, 直接电话关机, 查无此人了, 在后来让对方还钱的时候, 吕夫蒙便开始含糊其词, 每次都草草几句, 便断了联系, 直到于欢水将他抓了现行, 他才不得不承认, 自己根本就没打算还钱, 自己就是要戏耍于欢水, 因为在他眼里, 对方根本就不值一提, 百般的敷衍, 只是粉饰好的虚伪, 一旦说破, 彼此无言又无言, 逢常作戏的话, 想害你的人, 在很多时候都不是直接攻击你的, 而是先让你放松警惕, 再在你不察之下对你下手, 这样能使得他的利益最大化, 这是最阴险的一招, 就像是隐藏在你身边的卧底, 在得到你的信任之后, 再在关键时刻反过来对付你, 实在令人防不胜防, 但这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实现的, 首先, 小人不会花大量的心思, 去真正的与你培养感情, 他们更希望自己能在短时间内取得你的信任, 于是就会采取一些相对激进的方式, 比如逢场作戏, 对你捧上加捧, 通过各种话术去接近你, 拉近关系, 不得不说, 这对一些人是十分奏效的, 比如一些人就是喜欢听那些虚伪的言语, 喜欢别人对自己拍马屁, 喜欢听到别人的赞赏, 这就是人的一个弱点, 被小人加以利用, 他们会毫不吝啬地说出那些虚有其表的场面话, 总而言之, 一个人突然靠近你, 在言语上对你赞赏有加, 一定是有所图谋, 刀子嘴豆腐心的话, 相信在生活中你遇到过这样的朋友, 他们说话口无遮拦, 完全不考虑你的感受, 会把你的一些丑事当成谈资, 你若是没有当真, 那么他则会继续, 若是你当真了, 那么他就会说你上纲上线, 说自己是刀子嘴豆腐心, 还埋怨你太认真了, 朋友玲玲就是这样的人, 他总是说自己刀子嘴豆腐心, 让我们不要介意, 可是一点不介意是假的, 心里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不舒服, 比如我们一起吃饭, 他就开始了笑话人模式, 不是这个太胖就是另一个太矮, 不是这个脸上有斑就是身材太差, 总之在他的眼里我们没有一个好人, 因为特别熟悉, 我们几乎不愿意计较, 但后来来了一个新朋友玲玲还是这样, 两个人就吵了起来, 恶语, 温暖的话就如夏夜的晚风, 轻轻吹拂到人心里, 使人烦恼尽消, 而恶言正如寒冬腊月的暴雪, 时常让人冷的发抖, 许多人不会记住他人的良言, 但一定会把别人的恶语放在心里, 有素质的人会与之远离, 没素质的人会恶言相向, 甚至与之大打出手, 两败俱伤, 那些口出恶语的人看似伤了别人, 实则也是在为自己的生活埋下炸弹, 等到有一天被炸的遍体鳞伤时, 他们才悔之莫及, 那是已经为时过晚了, 人活一世, 说好话, 做好事, 行得端做的正才是上上之法, 别因为轻飘飘的一句话, 就为自己招致灾祸, 真的没必要, 伤口撒盐的话, 在生活中会碰到这样的一些人, 喜欢拿别人的痛点来寻开心, 有句俗话说的好, 得饶人触且饶人, 每个人都不可能是一个完美的人, 总会有犯错误的时候, 恶语伤人六月寒, 不管怎么样, 我们都不应该往别人的伤口撒盐, 毕竟大家都是朋友, 多多少少也要顾及朋友的面子, 要给朋友应有的尊重, 做人留一线, 事后好相见, 而有些人, 不会去考虑他人的感受, 只顾自己开心就好, 揪着别人的痛点不放, 还哪壶不开提哪壶, 尽往人家伤口处撒盐, 特别是在一些公众的场合, 刻意的贬低对方, 让对方在大家面前弄得很难堪, 这是非常不懂得尊重他人, 尊重, 是一种修养, 尊重别人, 就是尊重自己, 不尊重人, 就得不到尊重, 无论他表面多么面善, 无论他看起来多么无害, 你也要小心这样的人, 他的黑心是在暗处, 而不是明面上的, 如果在相处时不小心谨慎, 也许你被他陷害掉坑了, 却还傻傻不知道。